快速路旁 中年男子为何夺命狂奔 你说去跑啥 你不跑你也能在那拨着荔枝一边吃一边等我处理问题 夜晚街头发生离奇车祸 踩下去的手杀都杀人了 这杀的任何人就是我的 什么原因让满载鞭炮的大货车侧翻高速路旁 从这边下来的上面下来的 上面两个人 今天收看平安365 五一特别节目 我在现场 我是深圳交警熊丛军 一名男子在高速路上买荔枝 遇到交警以后夺命狂奔 这背后到底隐藏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我在现场 多少钱钱啊 买了多少钱钱啊 都准备买了 不买了 不买了 怎么不买了 怎么看到我来就不买了 你好 请您出示一下您的教室站和车站 我没买 去哪儿 我不管你买没买 但是你把车停在了快速路上 我没买 没买 不要紧 我没开 这是你的车 不是你车是不是 不是 我拖走了 我真拖走了 我看见你从车上下来的 摄像机拍到的 面对民警之法 这位驾驶员不但拒绝出示证件 还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车不要了 是不是 抬走 我知道那辆车是你的 别撒谎了 你觉得你能跑得掉吗 觉得你能跑得过我吗 经过一番追赶 民警终于将这名驾驶员控制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惶恐 从而拼命逃窜呢 阿姨 你比停车还犯了更大的罪 要不然叫警察 你还挺有功的 你啊 你说你跑啥 你不跑 你也能在那拨的荔枝一边吃一边等我处理问题 上去上去 这是土比较软 为什么要跑 因为我没带驾照 没有带驾照 还是没有驾照 驾照过期了 没失 过期了多久 我还不知道 把驾照给我看一下 过期两年了 是吧 事情怎么处理 首先是危险 罚款一线扣六分 然后无针驾驶 拘留三到十五天 罚款两千 直到达死也不吃荔枝 这跟荔枝没有关系啊 无独有偶 在山西省太原市 也有这样一位司机 因为嘴馋下车买东西而违章停车 吃饭了 拿东西去了 打电话了没有 不打通我就到轻上车把他轻走了 我给你下去找他去吧 从这边下 你看他把后边堵的 这又是上下班高峰了 下车就叫羊肠那家了 我就叫他 他喝羊肠了 还是拿东西去了 他去给羊肠再转东西去了 拿东西去了 要不你赶快下去喊他去吧 你东西就出来了 你喊这都轻了 你这这 可不要扣了啊 这这么豪华的车 真是停的不出地方 你觉得合适不合 来来 停了 停了 我车厚一点 好点 好点 我还给你端羊肠了 你这这 掏出来架子 我再看看 你这总备咋的 回家吃了 那你说咋的 不在这吃了咋的 我一直给他拿回去嘛 我在这吃上去 你吃了已经 哎呀 这个时间 你停的时间快不短了 要这么说 也没有 吃完羊肠那么烫 我就是十分钟不多 吃完十分钟能吃完羊肠 肯定是 行 我接受 接受 下次了 不可能再有这错误 真的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真的要改正啊 下次永远不会犯这错误 永远 永远有 除了司机下车买东西以外 更有慎者居然因为补教而非法占用应急扯到 民警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这位呼呼大睡的司机叫 你这个 在这里干嘛 在这里醒醒一下 累累 你在这里睡了多久来了 啊 半个小时以外 原来这名司机已经连续驾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 十分疲倦 于是便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休息 你休息 刚刚不到服务区去休息 或者下车会再休息 我也是看这里是服务区 这里是服务区吗 我问你 这里是服务区吗 你看一下 这里是服务区吗 我问你 这是高支公路上啊 这个服务区在你的右边 你让不到服务区里面休息 你在这里睡觉睡得安心吗 我问你 睡得安心吗 随后 民警引导驾驶员将车辆开进了服务区内 并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3号规定 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的一次即六分 在高速路上停车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在此我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没有紧急情况 千万不要在高速路上随意的停车 追尾轿车疯狂逃窜 轿车追尾后逃逸 警方追查 发现暗中有案 平安36551特别警务 我在现场继续播出 大家好 我是辽宁锦州交警孙丰岳 你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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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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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小型越野车在等红灯时被一辆突如其来的白色小轿车追尾 令人奇怪的是 在静止的道路上 两辆车碰撞的位置竟然是车尾对车尾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在现场 在现场我们看到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马路中间 后备箱损毁严重 后方和侧后方的挡风玻璃已经完全碎裂 车子后方的马路上散落着一地的玻璃碎片 在碎片中间 交警找到了一个不属于被追尾车辆的轿车标志 事故车辆不远处 有几道刹车痕迹格外显眼 初步了解情况后 交警马上对被追尾车辆的司机进行询问 警方根据现场询问及调查 很快掌握了肇事车辆的逃逸方向 随即增派人手进行追查 经过一路的询问和对路上蛛丝马迹的分析 在离事故地点不远处的一个乡间小路上 警方发现了一辆已经抛锚的白色轿车 警方经过敌对发现 这辆白色轿车和陶逸车辆情况极其相似 车辆标志也十分稳合 却认为肇事车 通过对轿车粘检标签的检查 警方得知了轿车的车牌号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轿车车头车尾都有损伤 难道说肇事车车头在撞上越野车之后 吊转了一周 车尾又再次撞上了越野车吗 这种奇怪的追尾方式让人匪夷所思 在调查过程中 职访人员从该车后回乡找到了被摘下的车牌号 为了能尽快弄清楚事故的真相 警方兵分两路 以免通过车牌号核实轿车车主 以免调查监控类像 很快 在通往事发地点的几个路口 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两辆白色轿车快速行进的画面 经过仔细比对 第一辆白色轿车 证实被找到的已经报废的肇事车辆 那么两辆白色轿车中 跑在后面的第二辆车车主和肇事车车主是什么关系 该轿车与追尾事故有没有关联 事发后这辆轿车又去了哪里呢 警方立即通过监控视频 对第二辆车的去向进行侦查 在事发地点不远处的路口 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向北行驶的该轿车 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 监控摄像头还捕捉到了一张该车挂好车牌的照片 最后经过警方的进一步核查 两车曾在事发前几个小时 在对象路段驶过 并且当时 两车均选霸药车牌号 种种迹象表明 两辆车车主肯定相识 与此同时 经过对报废的白色肇事车牌号进行核查 警方了解到 报废车已经转到了车行名下 为了能尽快破案 报案人员一边去车行了解情况 一边向第二辆车所行经的路段进行巡逻 正当警方巡逻时 一个熟悉的号牌突然闯入了视线 一辆白色轿车悬挂的 正是监控视频中第二辆车的车牌号 报案人员随即联系了指挥中心 并驱车跟进 辗转了几个路口后 在一个小区院内 警方将车上异行人控制 在现场 报案人员发现 白色轿车左侧车身有明显的凹痕 这跟追尾事故有没有关联呢 很快 警方在这群人中找到了报废车辆的司机 昨晚吃饭几个人 吃饭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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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案发前 辆车车厂人员一起相约去海边吃饭 在回程过程中 两个司机突发奇想 想要飙车 于是他们摘掉了车上的号牌 不顾信号灯一路狂奔 并且 两车多次相互超越 路过事发地点附近时 已落后的报废轿车 想要超越监控视频中的第二辆车车 在加速超车过程中 因为判断失误 车头撞到了正在直行的第二辆车车身 由于速度过快 冲击力把报废车辆的车尾 甩向正在等红灯的玉叶车的车尾 最终引发了此次交通事故 事发后 直行的轿车直接向北逃逸 而摄像头拍摄到的照片 正是该车逃逸的过程中 停在一个小区内 将车牌悬挂上以后捕捉到的画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境时 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目前该案已由公安机关移送至检察院 并由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 等待以上两位驾驶员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飙车 这种在电影中经常会看见的桥段 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稍有不慎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在这里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特别是年轻的驾驶人朋友 珍爱生命 切勿以身冒险 同时也提醒您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经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和驾驶习惯 满载900巷鞭炮的货车突然失控测翻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平安365 51 特别景物 我在现场继续播出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贵州交警佛佛 高速路上一辆满载20吨鞭炮大货车爬窝路边 现场一片狼藉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和我一起走进事故现场 在事故现场我们看到 一辆红色的大货车侧翻在路边 车厢和车头已经脱离了车身 并且损毁严重 看着面目全非的大货车 我们不难想象 事发一瞬间的撞击力有多么巨大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鞭炮啊 我都知道900多件好像 900多件 900多件都是那种一口一口的鞭炮 对对对 原来侧翻的车厢里装的居然是900箱炮 这个消息不禁让民警大吃一惊 幸运的是 数量如此之多的鞭炮 并没有因为车辆侧翻撞击 而发生爆炸 从这边下来到上面下来的 上面 两个人 你们这是万幸 真是万幸 真没受伤 这样运送危险品的车辆 一旦发生意外 后果往往十分严重 2013年4月11日凌晨 正值夜深人静时刻 江苏省镇江市的某高速出口 一辆大化车突然自然起火 由于车上装有杀虫剂 油漆罐 化剧原料等多种易燃物品 货物剧烈燃烧不断发生爆炸 在距现场数百米远处 就能清楚看到耀眼的火通飞出 现场火光重天 爆炸物四处飞现 不时发出猛烈的爆炸声 空气中弥漫了一股刺激性味道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 迅速使用水箱压制火势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 大火被成功毁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辆满载鞭炮的大火车 发生撞击侧翻呢 交通事故的发生 往往就在一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特别是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疲劳驾驶导致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这个大火车没有与其他任何车辆相接触 直接与这个针阳不然相转 一直转转转转 坐到这里最后停下来 整个与针阳隔离设施相转的这个长度 也将近三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领地一百个车辆 二十三号规定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为停车休息 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一次即十二分 在这里呢 咱们交警部门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 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安全 请一定要闻名有序的行车 画面中这一幕发生在2017年3月24日 一辆油罐车为躲避其他车辆 与路旁的护栏发生寡蹭 导致侧翻 致使车辆的油料泄漏 形成一条一百多米长的流淌火 赶赴现场进行救援的 是辽宁省营口市盖州消防中队的消防队员 交警首先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封锁警戒 接着消防队员出动两支泡沫水枪 对车头及灌体进行灭火冷却 同时对流淌出的原油进行稀释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大火被彻底扑灭 平安365提醒司机朋友 在行驶途中如果遇到障碍物 要采取间隔踩刹车的方式 切记不要猛打方向盘 以免车辆侧翻发生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